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玲 大家聽過聖火玉尊嗎? 他們分別是聖結石放火、小玉尊 這四位曾是台灣YouTube界的四大天王 是當時台灣超人氣網紅 到了現在2022年 這四位YouTuber 有人成了不用拍影片 開始享受人生的超有錢千萬富豪 有人轉型成知名遊戲實況主 有人則走向了不歸路 今天的影片就帶大家來看看 聖火玉尊這四位台灣YouTuber 是怎麼紅的 又是怎麼走下神壇 以及他們現在過得怎樣 Let's go 相信大家對這個口頭禪並不陌生吧 沒錯他就是聖結石 本名曾聖結的他今年31歲 頻道名稱為聖結石 到目前為止總共累積了134萬人訂閱 頻道影片總觀看數更是達到驚人的 4億9千多萬次啊 還有一項特別的紀錄就是 聖結石是目前台灣YouTube史上 最快從零訂閱達到100萬訂閱的影片創作者 他只花了225天 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達到了 目前在台灣還是沒有人能夠破這個紀錄 此外 常在影片中喊出BANG的他 影片風格主要是以真老婆 旅遊Vlog 開箱 挑戰為主 然而在看似風光的成就之下 聖結石的成長背景其實非常坎坷 童年時期的他 家中經濟環境不好 承辦到一個整天都需要 與蟑螂和老鼠同住的地方 高松時參加試鏡 卻被嫌顏值不高 最後只能在電視台打扎 甚至為了分擔佳祭 他擺過地攤 賣過衣服 也當過商店店員 曾經在擺攤的時候被警察勸禮 為了多賺一些錢 還冒雨跟警察上演追逐了戲碼 不僅自己跌倒了 連要賣的飾品也全都掉在了地上 結果慘吃了一張1200元的罰單 然而 他在偶然間看到了YouTube頻道 這群人的影片 覺得拍影片是件有趣又酷的事 於是聖傑石加入了 當時剛創立沒多久的YouTube頻道 玩Game 在裡面擔任被吐槽或搞笑的角色 一些當紅的實況主 也喜歡模仿他的怪異言行 讓他建立了一定的知名度 之後他決定從玩Game單飛 自己開設了一個新的頻道 沒錯 這個頻道的名稱就是聖傑石 仔細研究 當時聖傑石之所以 會讓這麼多觀眾為之瘋狂的原因之一 在於他從2016年的10月21日 到2017年的7月11日 連續264天 每日固定在晚上6點發片 這在當時的台灣 幾乎是很少YouTuber能夠做到 但又是什麼原因 讓聖傑石決定暫停每日發片的計畫呢 他表示自己有許多想做的事情 但是卻被每日發片的計畫給羈絆住了 無奈與與熊掌無法兼得 必須有所捨棄 而就在宣布這件事的當天 聖傑石的頻道訂閱人數馬上減少了一萬人 而這件事 似乎也成了聖傑石慢慢走下神壇的起始點 在這之後聖傑石被網紅經濟公司 WebTV Asia所簽約 據傳聞啊 當時這間網紅公司讓他簽了一個 超狂的田王條款 每個月會給聖傑石約50萬台幣的月薪 而這個合約據傳是簽了4年 保守估計這4年間 聖傑石總共賺盡了2400萬台幣 而在期間內 他也發布了兩張迷你專輯 像是安利 真的不想嘴 以及根本就不會再見面等 都是他傳唱度很高的歌曲 同時 網路上也開始出現許多網友的質疑 聖傑石會這麼紅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影片都是中小學生在看 對此聖傑石還特別澄清表示 自己的YT後台數據顯示 自己的觀眾大多在18-34歲 並非向網友所言都是小學生 然而 眼尖的網友發現 在他辦過的四場粉絲見面 及簽唱會中的照片發現 到場支持他的觀眾 全是中小學生 這更是狠狠打臉了聖傑石的說法 接著 有許多網友們開始製作了一些 也約於他的梗圖 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影片 專門在嘲笑聖傑石 連木曜四朝玩都讓台哥和泱泱來模仿 致敬他一下 不過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小林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在YouTube上搜尋聖傑石 不知道為什麼呢 建議搜尋欄總會出現聖傑石吸毒 難道他真的有吸嗎? 這也讓我非常好奇 真的查詢了一下 原來啊 聖傑石曾經拍過兩部 有點惡搞的爆紅影片 都跟這個關鍵字主題有關 所以才會被YouTube推薦搜尋 然而漸漸的 聖傑石頻道的人氣也慢慢的下降 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經營頻道 還在同時自創了潮服品牌SENT 賣起了自創的品牌服飾 並且在品牌上限一週 達到營業額近百萬的好成績啊 雖然潮牌的副業經營的有聲有色 但是頻道影片的人氣和點閱 卻越來越糟 仔細分析聖傑石在結束 連續每日更新影片的計劃後 不難發現 他的影片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影片的內容完全沒有記憶點 看久容易膩 定位模糊、沒特色等 都是他不再受歡迎的因素 進而有觀眾開始說 聖傑石已經過氣了啦 不紅了啦 就連大陸youtuber喜蘭 和反骨男孩的孫生 都曾經開聖傑石已經過氣的玩笑 終於他在2019年10月2日 在youtube上發布了名為 2019年聖傑石的過氣宣言的影片 承認自己真的已經過氣了 並且在2019年的10月19日發布了一部 我打破了百萬訂閱獎牌 為什麼的影片 片中他打破了youtube送給他的百萬訂閱獎牌 表示要將自己歸零重新開始 在後續的影片中 真的可以看到他持續嘗試各種不同類型的影片 像是類似大陸玩紅李子柒的手作風格影片 還有像電視節目般的大型企劃影片 但是頻道的人氣就是回不到從前 這當中聖傑石也積極開創了各種的副業 像是與水產公司聯名推出的火鍋料產品 或者是賣能量水晶 還有以粉絲聖粉為名推出的調味粉 聖粉等等的產品 而就在一切看似好像有點起色的同時 在2020年底 聖傑石與前經濟公司WebTV Asia發生合約糾紛 聖傑石指控前公司將自己的600多部影片關閉盈利 而前公司則說聖傑石基欠公司200萬台幣 但在眾說紛紜之下 這件事到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下文了 到了2021年 聖傑石的發片頻率已經大幅降低 在影片裡 他透露現在的他已經達到了財富自由 不需要透過拍影片來賺錢了 至於他是怎麼賺錢的 聖傑石表示 透過投資加密貨幣 股票等金融產品致富 但是他並沒有失去當初創辦頻道的初衷 他會繼續用影片來分享生活 更透露有機會在今年 帶著老婆聖嫂嘟嘟到歐洲捷克布拉格旅居 現階段的聖傑石 影片內容主要是聊天直播 NFT介紹 投資心得分享 和少量的Vlog及娛樂類的影片 終結聖傑石的傳奇YouTube生涯 靠著早期在電視台打砸得到了經驗 並且在玩GameYouTube頻道累積的聲量 再加上連續日更264天的 潮狂意志力與企劃 登上了2016年到2017年台灣YouTube的頂峰 雖然之後過氣了 但也算是提前賺到了足夠的退休金 不再需要煩惱生活 或許我們可以期待一下聖傑石之後的YouTube影片 說不定我們能見證它再度爆紅喔 在介紹下一個傳奇YouTube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幫我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和更多YouTuber介紹影片 我們繼續下去啦 天啊我是魔魔魔 不知道在... 沒錯 這位開場白的主人就是 放火 本名李玉群 今年23歲YouTube頻道目前擁有124萬訂閱 頻道總觀看數已達到2億0600多萬次 早在2012年的9月就創立頻道 並於同年10月份上傳影片的它 最早的頻道名稱其實叫做夜月 沒錯 聽起來非常的中二 上傳的影片大多是玩Minecraft 當個創世神的遊戲實況精華 後來在2014年就讀苗栗高中時 轉到了新加坡的景清中學就讀 並完成高中的學業 當時從新加坡回來的他 開始露臉拍攝影片 大家才知道 原來以前不露臉 拍Minecraft實況的放火 長得這麼帥呀 此時的他影片內容多為生活經驗分享 和與朋友小黑合拍的搞笑內容 直到2016年的6月26日 他的頻道上傳了一支名為 二搞模仿炫富的小女孩的影片 讓他從此聲名大噪 獲得了超多觀眾的喜愛 從此決定認真投入影片創作 這段期間內放火不斷的 與大牌有土博們合拍影片 像是阿滴、滴妹、聖傑石等等 而在合作的過程中 也和小玉及尊成了好友 更在2017年時得到台灣網路聲量排行榜的第一名 當時就連蔡阿嘎、這群人、阿神 和國師唐祈陽的聲勢都沒有他來得高 而放火更趁盛追擊 在2018年的6月22日 在Youtube發布了一首以嘻哈饒舌方式演唱的 啵啵摸主音歌 頓時讓他在Youtube上的人氣來到了最高點 該部影片也獲得了870萬的點閱 有次他接受新聞專訪時更透露 在破Youtube百萬訂閱前的他 光靠拍影片就能月入9萬 破百萬訂閱後 他的平均月收入更是一舉衝上了10萬以上 不過人紅是非多 放火也陸續傳出一些負面的消息 像是在影片中用巧克力醬把臉塗黑 被影射為在嘲笑黑人 在2017年底 Youtube台灣年終聚會身穿納粹軍服 惹出爭議 以及把和小玉吵架拍成影片充流量等新聞 不知道放火是不是受到這些負面消息的影響 漸漸的他出片的頻率開始降低 再加上開始有更多不一樣的 Youtube新頻道出現 放火就這樣逐漸被遺忘 但是 放火在2020年9月 和IG網美輕輕發生了疑似仙人跳事件 讓他再度要上新聞版面 但事後放火也發了影片澄清 儘管到了現在 還是有不少網友會以如火純青 輕輕草原的事件等關鍵字來消遣放火 不過放火總是幽默應對 甚至還在之後自己的影片上 大膽的以這件事消費自己 也讓不少觀眾讚賞他是個很有度量的人 就這樣 當事情已經平息 放火又再度消失在大眾的記憶裡時 又出事啦各位 因為小玉換臉迷片 身為小玉好友的放火 也開始被觀眾追問 在他的頻道許多影片的留言欄中 可以看到大量的留言來詢問放火 小玉去哪裡了呢? 小玉咧? 像這樣的留言多到讓放火 終於 終於 受不了啦 沒錯 放火終於受不了了 在突起開台的放火 只要每次開始遊戲實況 就會被大量的觀眾問 關於小玉的類似問題 是的 你沒聽錯 放火在2021年的10月回歸了 但不在YT 而是在以電玩實況為主的平台 Twitch突起 在前陣子 他更是以連續15天 幾乎不中斷的遊戲實況直播 打響名號 成為2021年台灣突起Twitch實況主 最閃亮火熱的超級新人 目前在突起已累積到 62600人追蹤的放火 主要的遊戲實況是以寶可夢為主 但有時會有好友尊 以及大陸網紅席蘭的加入 加上放火更為激烈的言論 和瘋狂的行為 哦 對了對了 還有一點就是放火允許觀眾 在突起對他不理性的謾罵 不過他也表示 大家對他的謾罵 他也會回嗆回去哦 因此可以常常看到 放火在遊戲實況時 嗆網友的走心畫面 這也成為觀眾喜歡他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前些日子 還因為直播的時候 銀量太大 遭到附近的住戶關切 對此 放火還特別拍了一部新影片 上傳到他的YouTube副頻道 現在的放火在遊戲實況直播時 平均都有800到1500人觀看 這已經是台灣遊戲實況界中 終上的成績了 日前他也透露 現在大約有1900到2000位的粉絲 每個月付費訂閱他的遊戲實況頻道 加上每次開台都能夠收到觀眾們的DN 讓他一個月最少有4到5萬元的月收入 而在遊戲直播中 放火也透露 想在未來2到3年內 到美國就讀世界百大的名校 讓自己爭廣見聞 而根據放火的好友尊的爆料 放火其實家裡財力雄厚 他爺爺的財產 甚至可以買下整個 突起遊戲直播平台公司 所以放火在突起開台 其實真的只是做好玩的啦 除此之外 許多觀眾表示 喜歡放火遊戲直播的原因 不在於他遊戲玩的特別厲害 而是他總是喜歡和他的直播來賓 像是尊、互動講幹話 或者和大陸網紅襲籃爆料小玉的一些 不為人知的八卦 以及平白無故對實況主小雲寶寶的告白示愛 這些橋段都讓觀眾捧腹大笑啊 放火曾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寫上這句話 我正在為未來的我 創作一段精彩的自我介紹 現階段的他 或許不在YouTube上平凡創作發片了 但他改在突起Twitch做遊戲實況 這也代表著放火的未來才正要開始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會看到他在突起從政雄風成為超人氣實況主 如果你也是放火的粉絲 請繼續支持他吧 這邊要特別說一下 在小玉事件發生時 放火以小玉朋友的身份 私訊了曾經被小玉傷害過的女YouTuber們 主要的訊息內容是代替小玉向她們道歉 像是台灣的女網紅本本就曾分享過 有收到放火代替小玉道歉的訊息 由此可知 放火真的是一位很重感情重朋友的性情中人 Hello Hello 而想而知 接下來的這位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誰了 小玉 本名朱玉成 今年26歲 頻道目前有139萬人訂閱 總觀看共有5億6千7百多萬次 在當YouTuber前 小玉其實就是個普通的平凡人 她知任國中小的課業成績還算不錯 但在她心裡始終有一個想紅的念頭 在報考高中時聽從父親的建議 報考五年制的護校 但後來真的不感興趣 讀了三年就決定休學 後來也因為要賺取生活費 做了兩年搭建建築音架的初工 還參加過明星培訓學院 當過練習生 但後來發現自己真的不是當明星的料 同一時間 小玉也上傳了一些吉他cover的流行歌曲到YouTube上 但並未受到廣大的迴響 再受到自己的弟弟朱玉恩 也就是尊的啟發 決定開始全力衝刺經營YouTube 頻道初期 影片主要是以都市傳說 瘋狂挑戰和奇怪產品開箱為主 當時小玉和他的夥伴笑笑 還沒有好的拍攝器材以及剪輯用的電腦 常常是拍完影片後 就到網咖剪接後製並上傳影片 在不斷的嘗試與努力 並且每週穩定更新兩到三部影片 在頻道訂閱人數穩定成長 觀看次數屢創紀錄的同時 小玉彷彿彿迷思了 為了爭取更高的點閱率 小玉的影片尺度越來越大 起初帶給大家歡樂的小玉 影片風格開始漸漸轉變 開始走向極端 像是高調炫富 用100萬元洗澡 公開自己的月收入 自裂影片等充滿爭議的影片 都讓小玉一次次的得到百萬觀看 在過程中 小玉也曾經說過 因為媽媽在她小時候5歲就離世了 使她成為一個缺乏安全感 且個性自卑的人 但她想拍出心中完美的影片 獲得觀眾的肯定 也許在當時小玉的心中 點閱數字越高 就代表著觀眾對她的認可吧 當時有人訪問過小玉 為什麼要拍這麼多偏激的影片啊 她說啊 YouTube就像是一個很甜的毒藥 先給你嘗到高點閱的甜頭 讓你覺得好像可以賺到很多錢 好像讓你覺得自己可以掌握世界 然後YouTube就開始一直不斷的把你榨乾 到最後 你已經沒有創意的時候 你就像個空殼般 而YouTube就把你拋棄了 為了不被拋棄 不被觀眾遺忘 我只好不斷不斷的拍 當聽到小玉說完這句話後 我想 這就是小玉 越陷越深的原因之一了吧 不過這裡小玲 我真的很想要問小玉耶 難道你不覺得 像知名路人張先生這樣的觀眾 有很多嗎 但是如果以頻道經營 以及商業的角度來看 知名YouTuber呱吉 曾經這麼評價過小玉 他說如果是以廣告業配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很建議業配廠商們去找小玉的 因為小玉和當時的聖結石 放火 尊比起來 是最把YouTube經營認真當作一回事的 由此可知 小玉當時是全心全力的投入在自己的YT事業上 只是在發展的方向上已經走向極端偏激的路線了 當然或許有觀眾會問 難道小玉在這之後 都沒有一些比較正向的影片嗎 其實還是有的 像是曾經在影片中發放物資給無家可歸的遊民 和提倡珍惜水資源等等 然而啊 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觀眾對於小玉的印象 幾乎都已經停留在她是一位炫富 而且偏激的人 因此 這也是小玉在後續影片很難幫自己洗白的原因之一 就在2020年4月起好 小玉上傳了一部用母乳做珍珠奶茶的影片 這部影片一如往常引發台灣社會的一片罵聲 許多觀眾紛紛批評小玉拍影片沒有底線 一再挑戰道德尺度的邊緣 但小玉一開始似乎都沒有想要對大家道歉的意思 直到兩個多月後的6月21號 小玉才正式的發布道歉影片 而這部影片 竟然也成為了小玉的YouTube告別作 是的 你沒聽錯 小玉在此之後就不在YouTube上發影片 直到2021年的4月 公共電視台為許多YouTuber拍了一部名為 為寂寞唱歌的紀錄片 片中小玉除了透露她在YouTube上 保守估計已賺了1500萬台幣 現在主要靠投資股票在賺錢 而她也在紀錄片首映會上 向大家宣布 小玉這個她創造出來的角色正式畢業了 以後不會再以小玉這個角色拍YouTube影片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接下來的事我想就不必多說了 這裡小玉我想推測小玉這麼做的真正動機 第一點有可能是之前在YT賺的錢在投資股票上失利了 第二點純粹無聊想要惡作劇 第三點內心的黑暗面 想藉由惡政得到內心黑暗面的滿足 但無論是哪一點都已對無數人造成傷害 這樣的行為是無法得到原諒的 總結小玉的YouTube生涯 最後的她竟然是以上了社會頭條新聞的方式作劫 大家對於她的印象 也許就是真的如同她點閱數最高的那一首歌一樣 我就是社會亂源 讓人不勝唏噓啊 最後也推薦大家 如果想要更了解小玉的人生起伏的話 可以去看YouTuber席蘭的影片 她對小玉的講解真的值得看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 看到這個開頭 是的他就是我們今天的壓軸 則為YouTuber就是尊 本名朱玉恩是小玉的親弟弟 今年才23歲 目前頻道影片總觀看數達到3億多次 擁有135萬人訂閱 頻道影片題材以實驗開箱 都市傳說和挑戰類型影片為主 也是台灣最早引入 日式YouTuber風格拍片手法的頻道之一喔 其實一開始 尊有另一個頻道 頻道名稱叫做黃毛 當時暱稱自己為豬毛毛 主要影片類型為遊戲實況 但後來尊越拍越不開心 認為自己已失去拍影片的初衷 所以拍了告別影片 跟遊戲頻道的觀眾們說再見 之後才創了現在這個頻道 人生肥宅尊 關於這點小玉我是很佩服的 因為不是每個影片創作者 都能夠擁有重新開始 從零開始經營頻道的勇氣 尊的頻道在最早期是以旅遊Vlog為主 直到在2016年4月20日 他上傳了一部叫做 《榴槤爆破3300條橡皮筋準備完畢》的實驗影片 片中他和哥哥小玉合作用3300條橡皮筋來切榴槤 這部影片一出立刻得到熱烈的反應 而尊的人氣也開始暴漲 當時只花了兩個月而已 就達成了頻道10萬訂閱 此外更在2017年時 頻道影片總觀看數達到1億 在今年影片總觀看數已突破了3億 從流量次數換算成金額 估計尊在YouTube上至少賺到870萬台幣 甚至更多啊 不過這還沒有包括業配的收入喔 如果加上業配 那收入應該會破千萬吧 而在2018年時 尊以年僅19歲的年紀 成為當時台灣最年輕達到百萬訂閱的YouTuber 而在他爆紅的期間內 他依舊發揮無限創意來拍影片 像是把自己印在公車上面 用1000度切開鋁球 吃2公斤的小熊軟糖 和把16公尺的鋁箔紙敲成一顆球等影片 都獲得了百萬觀看以上的好成績啊 然而就連充滿創意的尊 也有創作低潮期 在2017年時尊遇到了瓶頸 失去了創作慾 但值得高興的是 他並沒有放棄YouTube 而在2021年11月 小玉事件爆發後 身為弟弟的尊 義無反顧地跳了出來 代替小玉向觀眾們道歉 並表示不會和哥哥切割 儘管如此 仍有許多網友惡意留言重傷尊 對此尊的女友蘿拉 也在IG限動發文替尊喊冤 蘿拉表示 尊是她看過最呆最善良的好孩子 小玉事件真的與尊無關啊 時至今日 尊依舊在YouTube上持續創作 上傳影片的頻率大多一個月 一到兩部影片 類型千奇百怪啊 每次都令觀眾為之驚豔 像是有吃了台灣最難吃的糖果 做了各種可以吃的飲料等有趣的影片 而且從影片中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為興趣而拍 沒有因為想獲得更高的點閱率 或訂閱數而改變初衷 網路上也有許多的粉絲稱讚尊是YouTube的清流啊 這集影片我們介紹的 聖傑石、放火、小玉和尊 他們都曾在2016-2018年先後站上台灣YouTube人氣的頂點 現在聖傑石已經改行做起NFT 虛擬貨幣投資 偶爾才開開直播拍拍影片 而放火也不再把YouTube視為發展重心 反而轉戰突起當起了遊戲直播主 小玉則是污入歧途 陪上了大好前程 而尊則是繼續在YouTube發揮創意拍影片 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曾用天馬行空 歡樂無限的影片 陪伴了無數觀眾度過了許多開心的時光 也是小玉我曾經欣賞敬佩的對象 也是因為他們啟發了我開始拍影片 小玉想問大家 你也曾經喜歡過 放火、聖傑石、小玉、尊的影片嗎? 影片底下留言 加1表示喜歡 加2表示不喜歡 加3表示還好 加4表示從來沒看過 或者你有更多的想法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給我們喔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 並開啟旁邊的通知小鈴鐺 我會繼續為大家做出更多YouTuber分析介紹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見